还有这个驾驶太令人生气了 他跟女朋友违规停车 而且已经被拖掉车拖掉 车子已经贴上封条了 他们为了省钱竟然把封条撕掉 两个人又上了车了 这下子被拖掉车的驾驶看到了 气到破口大骂 很凶危险 那请问你修什么东西 我还说你什么 我还说你什么 蓝色上衣男子大暴走 因为遇到造车驾驶 不符拖车规定 两人当街标马 远景出面劝驾 你上去干嘛 你修什么东西 你是警察都没有你这么凶 你是警察吗 就好了 你有妨碍你什么动物 交车驾驶女友跳出来说话 当时情侣两位了 省下一笔拖车费 散自拆下封条 跳上轿车 这个举动让拖车人员情绪失控 什么东西啊 修车有女生 怎么还要怎样 怎么又怎样 周芬发生在新竹文校街上 驾驶违规停在路口转弯处 为停罚900 拖车费罚600元 车轮已经勾上拖车 就不能阻止 情侣党又拦车 又拿手机录影作证 想要上网头拍 但没想到涉及妨碍公务 而拖车驾驶 一开始有理性规劝 但也为失控举动 鞠躬道歉 呼吁民众还是要守法 别让人为难 这庄明显新竹报道 好 好